欢迎来到妄想世界 今天要讲一件事很特别的 应该没什么view数的了 所以记住 如果你听完之后有点啟发 请你按个like 还有subscribe 这件事应该很少人讲 人生是什么 人生是一个循环赛道 还有 究竟 时间 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是一个 幻象 人生是一个循环赛道 为什么呢 即是说你遇到的东西一定会重遇 即是说 你 不停经过一个位置 你就会放下一些check point 即是放下一些记录 原来是轻轻转 是循环有循环的 如果 为什么 你说负面思考不好呢 负面思考就是 你在这个循环赛道上 你放了一些失败 那你一定 你一向前跑的时候 就会遇到这件事 即是重重复复 你人生会失败一次 两次三次 不停的失败 所以呢 到回头 如果你在这个赛道上 你放了一些成功 你就会不停遇到成功 即是你这件事又可以 那件事又成功 第三件事 第四件事做 你都会很成功 因为你是在重复着这个成功 所以成功是成功之母 我Patreon里面也有说过 成功是成功之母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跑这条赛道 其实是一个 轻轻轻轻的赛道 没人留意到这件事 所以 你要放些什么check point 是很重要的 即是你要 很小心你放些什么 在你的check point 在你脑里面 你放些什么 如果我一直放好成功的东西 在那 那我做完这次 我又会有第2次第3次的成功 即是我知道我会不停成功 即是 有人问我 买什么资产 其实没所谓的 你买什么资产都会成功 因为你经过这个point 又再回来又再回来 你知道这件事 是这样的走法 那为什麽是 你都会成功 那唯一可以令你 可以持续成功的方法 持续好运的方法 很简单 就是跑快点 你觉得我跑得很快 跑来跑去跑不出呢 你放了标军 全部都是坏东西 那你 重复重复不停都是坏东西 那这个就是 核心的idea 那你说我做些什么好啊 其实没所谓的 你做什么都可以的 他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 人生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 如果你标军放得好 你的checkpoint 即是你的checkpoint放得对 你做什么都可以的 是没所谓的 你应该不停不停地去做 这个才是重点 好了 那人生其实是什么呢 就好像这条线那样 那你高高低低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一条线就是 循环 又上又落又上又落的嘛 那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你那个高我 那有高我和我自己本 一个小我在那 那你当你呢 一直在人生上上下落的时候呢 你很多时候呢 就会 跳上跳下跳上跳下 那有时呢你会接触到高我 有时又落回来 接触到又落回来 那他有时候呢 就会和你有交汇点 就是高我和你有交汇点 那这个呢就讲平衡宇宙的不同的自己 这个世界原来呢 同时有很多个你的版本出现 这个不是科幻故事来的 这个是物理上面证明了有样的样的东西 同时有很多不同的你在 重点就是 你有时候遇到它 有时候遇不到它 那当你的频率是越高的话 你一路是这样转 一路是这样转的话呢 最终呢 是会 随着时间打横走的 那你在那里上下转下转下 其实你由一个圆形 就变成一个十字架 很有趣的 最后变成一条线 变成一条线 时间就会停了 时间已经影响不了你 你就会觉得所有东西都很慢 你身边发生的东西就很多 但是呢 你可以变到的东西就非常之多 但是你时间已经很静止 或者很慢 人家隔了一段时间都会觉得 哇 为什么你做到这么多东西呢 为什么你好像不同了人呢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真正的时间是幻象 每一次呢 我们都是经过一个轮回 那就是好像核子分裂 那个平衡宇就好像核子分裂 你每想一样东西就分裂 你每想一样东西又分裂 那分裂很多很多个人出来 那然后呢 你就在不同的 平衡宇就在你自己 那 怎样去连接到他们呢 这个就是重点 其实呢 他们会给一个提示来的 你跟他们相交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提示 或者一些现象出来呢 就令你知道呢 它是 在你附近 它是帮着你 或者想提你一些东西 好了 那跟着 如果 如果 你是想改变自己呢 其实你正常那样 是不行的 你不够能量 你正常那样走呢 是不够能量去 去到第二点的 你一定可以叫做 quantum leaf 就是一个量子条约 一个量子条约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好像普通的行驶那样 一个地方去到不知多少光年之后呢 才去到某个地方 那如果你照这样走呢 你会经过很多挫折 或者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你都兜来兜去呢 都去不到你想要的地方 所以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将那个 那个 时和空呢 扭转 然后搭在一起 然后直接跳过去 那这个就是所谓quantum leaf 那quantum leaf呢 你就要有 有两个条件的 第一 你要够能量 第二 你的身体要够轻 那这两样东西都要有的 那你若果你的身体很重呢 你是跳不到的 OK 你不够能量 又是跳不到的 那这个就是最重点量的 那我说了个秘密给大家听 那我提示真的是两样 第一 你一个身要轻 第二呢就是 你要那个能量够高 所以我们呢 要做这个跳跃呢 就要留在一个 低gravity 就是低重力的地方 尽量在一个低重力的地方 那你就跳出去 因为低重力的时候呢 你是走得最快的 所以我们赢和输呢 就是 怎样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呢 快呢 就是在你的速度那里 速度呢就是重点 就是你可以呢 突然间一起 大家好像读书那样 突然间你读一声跳了上去 然后继续上去 你会是跳的 你会发觉就是 所谓的 有人俗语说开竅 你去到某个位置呢 就会开竅了 就是说呢 你做每一样东西呢 有个底层逻辑 你突然间就会开竅了 你不知为什么你会明白的 你开头看都不明白 也都没人 就是可以不是某样东西去 trigger 到你 你突然间很高能量 逐一声就跳上去 那怎样可以做到这样东西呢 就要轻了 轻是什么呢 就好像 你玩个贪吃蛇的游戏 人呢 就好像一条贪吃蛇那样 由你之前什么都没有 一路吃一些东西 那你越吃越长 于是呢 就会越来越重了 当你越重的时候呢 就越容易咬到自己 你整天都咬到自己 你就不能够跳跃的 也都跳不出这个圈 那你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 中和所有过去的信念 首先你第一步就是要中和你以前学的东西 没有了 所以你改变的重点就是要 减法 你要减到身体就很轻 只有一条很短的蛇 那它就有能量 去跳跃了 因为你轻身 当你很重的话 当你身体越来越长的话 就是说你受到重力的影响就越来越大 你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因为你背负的东西太多了 你之前学到的东西太多了 很多人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不是没有资讯 我告诉大家 现在网上有很多资讯 多到一个点 你是完全 看不完 或者看了你就会变成了一条贪吃蛇 你会吃很多很多资讯 但是这些资讯全部没用 你越吃越多 你就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你的重量就越来越高 你是完全 动弹不得 你发觉你是什么都做不到 而且越听得多越看得多 你根本是什么行动都不会做 所以你的速度是越来越慢 所以 你打算是进展 反而是退步 然后你什么都没有做过 你发觉 一年是这样 两年是这样 三年是这样 你跟着下去都会是这样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减轻自己的负担 好了 其实我们一直在轮回 我想告诉大家 看上去 每一天都是一样 但其实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自己 你每一天都经过了轮回 而且你会突然间 由一个位跳到另一个位 所以你问曼德拉Effect 为什么会出现呢 因为其实你是由一个平衡宇 跳到另一个平衡宇 但是是很少人察觉到分别在这边 但是你已经是 根本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好了 有机会再说 好了 好 咱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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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